接下來一樣 如果我要每個月的其他天 那怎麼輸出 當然我們前面是這樣 一樣在這個地方 給它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是for i for i 應該等於3 而不是等於2 等於3到第32 所以你可以打 for i 列的話 第3列到第32列 Enter兩下打個NAS 然後再按一個TAB鍵 打一個for j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習慣 先列然後再藍 藍的話記得把它改成 用數字來表示 你不能用A到L 因為它不支援用文字 輸出的話就輸出sales 哪一列第i列 哪一欄第J欄 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儲存格 要放什麼資料 通常我就先給它一個雙引號 就是放什麼 我要放的公式 那個公式部分的話 其實就可以從哪裡 從這邊去抓一下 OK 一樣嘛 只是說 哇 這個一看就覺得很複雜 有沒有 而且你要分析一下 如果是往下 它變動的話就是什麼 A2變A3 有沒有看到 OK 3個嘛 那如果橫向的話 是什麼 A變成B 也是兩個 有沒有 那B再變成C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是建議各位不用急著一下子 全部去做 因為有兩個 一個是 A2變A3 所以你可以先把A2變A3 先做完 那A先不要管 再把B的部分 再把它做出來 A怎麼變B B怎麼變C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第一步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之後 切到哪裡 切到這裡 把它切上 那當然你要記得幾個規則 第一個 裡面有雙引號 如果有雙引號 請你把它變成兩個 像這邊 也不用取代 因為其實就只有四個 所以你按4下 雙引號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我把它切到這個 切到我複製過來的工作表 然後當然你如果現在丟的話 它變成全部都一樣 所以我應該改哪裡 改這個A2的2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一樣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M的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的口訣 記一下 以後照這個口訣 像剛剛那個S也是一樣 就是照做 保證不會錯 就把變數串在中間的意思 Ctrl C 這個的話就是再貼就可以 這邊一樣 貼過來就可以 雙引號到雙引號貼上 這樣OK 那因為我只要先跑 先跑個1欄看看 所以 本來是1到12 先把它改成1到1 也就是說 我只要 跑A欄就好了 OK 我先試一下 有沒有發現 可是你發現 奇怪 輸出為什麼結果不對 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結果什麼 A3加1 應該是A2加1 不是A3加1 底下這邊 A4加1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上面這個日期 A2加1天 可是這邊我們卻是什麼 A3加1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I 是從多少開始 從3開始 可是實際上應該是從2開始 只是因為我們輸出沒有從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個地方比較需要注意 請你把I怎麼樣 減1就可以了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很容易出錯 減1之後有沒有 再輸出一次 應該就OK了 再輸出一次 這樣就OK了 1月1號 1月2號 1月3號 沒錯 但是呢 你如果把追再加到第二好了 等於是跑第一欄 然後2的話就第二欄 那你會發現 奇怪 第二欄怎麼還是1月 沒有變2月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公式 還是指到A2 你不是指到B2 所以呢 重頭戲來了 一樣 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A 改成什麼 改成剛剛的S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 因為我們將來是 先輸出A 然後再輸出B 一之類推 所以呢 你可以拿剛剛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參考上面這個Column 然後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把它複製下來 這個有沒有 然後呢 一樣有一個S 一樣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所以這兩行 做法差不多 那可是呢 我第一個是A 第二個是B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不需要把那個A多一個 然後呢 我接下來的話 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J 它從1開始 OK 那你想說為什麼 我不需要多個A 因為這邊J 是從2開始 2到12 那我要的剛好是這個範圍 所以 所以才從這個 多一個A 那這邊因為是從1開始 所以不需要 那我就直接把這邊 改一下 先這樣好了 所以第一次會A 放在這邊 第二次B 放在這裡 所以接下來改哪裡呢 有S了嘛 然後接下來的話 一樣的方法 請你把這個A 改成S就好了 那改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所以 邏輯喔 寫法跟剛剛一樣 所以你也背口訣就好了 先把A選起來 然後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S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什麼 AND前後空白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 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會發現 其實他這邊多一個AND空的 然後多一個AND 其實這個是可以刪掉的 不不不不不不 AND空就可以刪掉 為什麼多一個AND空的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 剛好這個A 它是在這一串的文字 文字的開頭在這裡 文字的結尾在這裡 A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最右邊的話 如果你假設 其實串的話 只要串一邊就可以了 不需要兩個 OK 不過如果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反正你就照口訣 把A算好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S 然後把這邊空格 空格開來 然後 最後這個A也是一樣 用一樣的方法 其實也可以拖籃 只是說這個地方 直接做好 AND 然後移到中間 加一個S 然後把這個空格拿開 當然最後啦 其實如果你要讓層次省一點 你可以AND空這個可以拿掉 AND空其實是多餘的 好 那做好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執行看看 剛剛 第二欄是錯誤 那現在會不會錯誤 你看看2又出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我可以把它改成12了 也就是 J等於1到12月 讓它全部跑完看看 沒錯 1到12月這樣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我一樣 在雲端上面的寫法 是把這個 直接就放在S的位置 那已經夠複雜了 所以我看還是 我待會一樣 會把這兩行怎麼樣 把它變更一下 我覺得這樣的寫行 大家會 雖然還是一樣很複雜啦 可是比起原來這樣的寫法 應該還是會感覺 比較簡單一些些吧 OK 所以 我直接把它複製 一樣把它放到雲端 所以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一段 我就把它直接刪掉 因為 這樣寫 太冗長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